打開時會反彈,所以很難拿起 如果大家看到這條影片想要其中一隻公仔的話 可以在下面聯絡他們 今集的船式執屋,有兩姐妹找我幫忙 他們住在大約200呎開放式單位 其實都住了幾年 有非常多的衣物和廚具 還養了兩隻很可愛、很可愛的貓貓 他們想改變的當然是小空間 但由於雜物實在太多 都覺得有點無能為力 但又想給貓貓更多活動環境 所以都下定決心進行今次的大改造 早安!今天第一天來到Ali和妹妹的家 我們現在開始清清第一天的雜物 他們有很多的衣物 大家看看 哇! 很豐富! 這些是用來放的 但如果大家看到這條影片想要其中一隻公仔的話 可以在下面聯絡他們 就可以買到那些公仔了 我們現在把那些公仔放進去 原來床底也有很多 是有一個很新、很漂亮的布 但它放在床底的上面 什麼?還有一個氣罩 是沒有想著用的,是嗎? 有用的 哈哈哈哈 市江這個門是爛了 而且打開是保持不住的 哇!你這個低醜好弱 好厲害 哈哈哈哈 打開後會反彈 所以其實很難拿到東西 所以我決定拆掉它加個簾 不然現在 我要放東西上去最高 我要 踩上去這裡 才能拿到東西 所以原來他們從來都沒有在上面拿過東西 好,現在要踩上去 來到IKEA 去看餐桌和酒櫃 YAY! 去看餐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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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姐姐就跟我說 他用狗牛耳褥 也搬不到這個床 然後來到 嘶 閃眼都要把他拍掉 是我的天啊 哇 我們剛剛組好了 是我啊 是我組好了 給他們一個跳台 給他們 因為之前是貼的 現在呢 就 實在了 我們終於改造完成了 那這兩天的家 一天到你遠光為止 換了一個比較高身的鞋櫃 之前是這麼矮的 但他們有很多雙鞋 所以都未必能放得下 而這個鞋櫃 可以給大家看看 可以逛到四雙鞋 他們自己選擇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位置 就是我們一打開這裡 登登登登 這裡竟然是 他們沒有放鞋 沒有放雜物 信件那些東西 這裡有一個小燈 這個就是廁所的小燈 因為原則是沒有辦法 改動這個小燈的高度 但是又想這裡的儲存空間大一點 所以 也做一個 他們自己做的這個 鑰匙的空間 我覺得是非常之美的 雖然有少少不方便 要開燈的時候 要打開門來開燈 但也比他們之前 有很多雙物 可能有很多雙物 對著 可能要把雙手開燈 然後這邊的櫃 也幫他們整理了 選擇了一些比較上穿的鞋 超級不上穿 或是未開動過新的 我們就放在耳櫃上方 你可以看到 比之前 看很多 這個過程中 就是要他們選擇 哪些鞋子 是非常之上穿的 就可以幫助他們 這個寫理 放在最方便的位置 我們剛剛一進來這個單位的時候 床是放在近桌面 現在床就變成這個位置了 對 他們說最想分隔開廳和床的空間 不如有限 還有一來是租的單位 我們不做太大硬妝和改動 就用這些布簾在上面 在天花那裡 也沒有鑽孔的 是黏的膠 就黏在這條位置 一打開 是很明亮的客廳 放在這邊 對 放在這裡 嗨 叫Ansel 他反途 我希望他們一打開 就有一個 早上的陽光可以曬進來 因為之前近窗那邊 真的遮光比較差 相信現在這樣遮光 是 嘩!很黑啊 這裡 用家都說真的睡得好 是不是? 你誇張啊 你 你演戲 你這麼舒服 之前又說會不會搬過床 因為擔心在上面跳下來 會太高 而且之前那邊有很多雜物 所以很容易跳的時候會弄傷 但現在這裡因為很空曠的位置 就加了一些褲子 還有一些褲子 就變成了一些 他們落地的空間 可以完美落地 就是在這裡 蹲下來 對 都有一個遠墊 所以是非常之安全 冬天玩 你可以鋪一張大的地墊 就可以同樣在地上玩 我們換了一個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模式大衣櫃 他們之前想換衣櫃的原因 就是背板爛了 借這次的機會 就換了一個大的衣� 可以拉給大家看 整理得很整齊 下面加了一些 一般我們用開的小櫃桶 然後這邊 為什麼這樣搭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衣櫃太多了 這些是冬天的衣物 所以這樣搭 就搭得多一點 可能轉櫃的時候才會拿出來用 所以常穿的時候 常穿這些就這樣摺起來 你看它摺得多好 我記得一邊是姐姐 一邊是阿妹 它是比較多長衣 這邊這個櫃挺好笑的 我們打算放在那邊 可以六個櫃一起 但是姐姐在這裡 塞了外框的尺寸 不要緊的 但這些櫃因為很flexible 你放在一個水平的手 拉到的位置 其實也是很方便的 所以可以自由配搭 去廚房 這個工作櫃面終於比以前大了 因為之前它堆了很多東西 例如這個洗碗瓶乾水的拿水架 就不是用來浪乾水 它純粹用來儲存 這裡也幫它選擇了一些比較常用的用具 所以就好好的掛在這裡 因為全部新舊都放在一起 改動最大我覺得是幫它拆了這扇門 記不記得之前的扇門 因為它有一些邊套出來 那扇門又開不完 所以都很不方便 變成裡面放東西 你其實忘記了 在裡面放了一些物件 但這個位其實是最flexible 就是給它們最方便的位置 就是以動線來說 所以就幫它加了一個 對 那裡面呢 真的要賺的 這些籃是他們自己 之後去做的 對 那些分類得很好 幫它分類了糧食區 有很多面的東西 還有下面就是之前 這些碗條 全部都是放在那邊的水架 那現在分類後 它就可以 真的需要用的時候 乾了就可以放進去 那上面也是有另外一些新的醬油 新的 未開的東西 然後放在最高 真的有太多全具了 真的有點不明白 為什麼阿妹可以做這麼多全具 因為還有很多新的 就是一些球都還沒用 那些新的擺邊呢 就在上面了 對 它有很多餐盒 因為它們要做東西吃 上班吃 所以就 上面是 超多新的 對 那 最近這一行 就是比較常用的煲 那其實下面呢 也幫它們撿了一次 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那麼常用 全新的 就放在裡面多些 對 外面這些 就是更常用的 清潔肉筋 和洗耳機 肉筋 再用糖炎大一點 真是 煮東西吃都開心一點 然後我們出廳看看 來到客廳的位置 我每次最喜歡介紹客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客廳是最大的改動 之前這間屋 因為是開放式的關係 所以其實空間也是不足夠的 加上又有很多 這裡有一個大的開放式衣架 然後這裡有一些塵架 然後有很多貓貓的廁所用品 基本上是 你是不可能這樣擦大腳 或者是做到 旋轉的活動 現在清了很多東西 就是調了一些格局之後 沙發依然是放在這邊的 電視櫃裡面 其實我也幫它撿了很多東西 裡面呢 大家會看到這裡 有些貓貓常用的用品 裡面是雜物 然後推開這邊 也是貓貓的用品 因為它們真的超級貓貓的用品 下面也是貓貓的吃東西 玩的區域 因為其實他們剛開始找我改造的時候 最想給多些空間 貓貓走 還有活動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做到這一點的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個位置 買了兩個這些豆櫃 每個就是80CN 這兩姐妹的衣服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我當初就是有想過 如果那個大衣櫃都不夠的時候 然後這裡其實那些豆櫃 最好就是可以 你摺的那些薄衣 T恤 其實可以收納得很好 真的 排列得很好 還有它每一層都可以 收很多東西 嘩你摺得很漂亮 嘩我第三層都摺得很漂亮 收完一個櫃之後 姐姐跟我說 嘩還有兩個櫃桶弄 我們用來做宣物櫃 嘩好好的宣物空間 有藥 然後還有一些面膜區 阿妹是很喜歡做咖啡的 就是她是咖啡高手來的 所以之前廚房放咖啡機其實是放不下 所以現在就放在這裡 這裡有些咖啡粉的東西 整個空間是潔淨了很多 而且有風格很多 特別是她可以放這個香氛燈出來 之前放在哪個 收起來 收起來了 真的可惜 很漂亮的藤邊的鏡子 之前這間是沒有鏡子的 放了一塊鏡子之後 他們一躺過來 嘩那個換而一身的感覺 然後他們有發給我的照片 就是貓貓都會過來照鏡 貓貓都喜歡這塊鏡 這裡也會放一些手飾 因為出門的時候就可以 搭配不同的配件 之前那個貓扒架 是在那邊 搖搖浴醉的 那我就幫她 弄好在這邊 然後再拿個鎚子 然後塗緊它 但是呢 我也都 經過收起來之後 他們反映給我聽 就是這些通天的貓扒架 其實很容易歪 我不知道是她這款 很容易歪 還是 本身是容易 小小偏歪 她就會 不是垂直的 幸好有收拾她這間屋 否則我自己也買了 幫她換了一個 落地的透光的 白窗簾 哇 這裡最大的改動 當然是 整個客廳 會看到就是這張桌 她說不會很久才會用軟桌 因為那些我打算是 想買那些巴桌 但是巴桌 我其實是過一些 無飯主婦 都只會吃外賣的同學 因為我妹妹真的很煮東西吃 她也會煮湯 甚至有時候 炒一下 蒸一下 所以一張大的飯桌 和工作桌 是很需要給她們兩個 這樣調轉的原因是 想 你做事的時候 或者吃東西的時候 都可以 看到整個環境 我看這裏 就去看看 如何玩 我坐這裏 對 這裏是小店 在工作的時候 哇 外面 很厲害 又可以享受這個樣子 然後去到這邊 也買了一個層架 因為他們說 雜物實在非常之多 很害怕很凌亂 所以就買了一個 比較高身的雜物架 其實拍這裏也可以 拍這裏也可以 拍這裏也可以 這些藤籃給她 選物的 還有這些有蓋 不怕貓咪在裏面偷東西 我有經驗 我的貓常會偷東西 這裏可以放零食 超方便 在那裏看電視就可以過來拿 下面 也可以放文件 因為這些文件之前 就散落在電腦桌 那些雜物那裏 這裏可以好好地收藏 也不怕貓咪在裏面 好 那這次的改造就完成了 我們一起問一下木柱感受 好耶 終於完成了 歡迎姐姐 哈囉 姐姐現在很緊張 因為她昨天已經問我 你今天會問我什麼問題 沒有 其實都是那些問題 為什麼當初會想找我 改造你家的呢 因為看了你拍的 改造駕馭的影片 然後呢 你幫大家改造的風格 擺設 都是我們理想中的東西 哪一條影片 有沒有說是最令到你 很想好笑的影片 可以改造的呢 最深刻的 Dillian Dillian 她家裡有很多東西 我記得 還有廚房有很多東西 然後還有廚房有很多東西 即是和你的家裡很遲 即是有很多東西 對 然後再做完 然後 然後好像寫過 我家的褲子 還有 嗯 有沒有哪一條影片 你覺得是用的 或者選的 哇 真的很後悔買它 我覺得這張椅子很可惜 竟然是 其實一直都想 由桌子可以吃飯 嗯 即是現在覺得 好像放了兩張椅子 然後改了桌子 之後 會 好像真的有個 家庭的感覺 對 你最開心是 我最開心是 我兩隻貓很喜歡 在這個位置玩 即是開頭 電視機櫃下面 都放了櫃桶 然後你就說 幫我們抽走了 然後只放貓 然後走走 對 所以整個改造 最開心就是 看到自己的貓玩得開心 對 還有很大的空間 真的可以有床 跑到它 對 很長 可以奔跑 希望你們煮得開心 亦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次的改造 歡迎你們 訂閱我的頻道 和讚好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改造再見 拜拜 訂閱 按讚 按讚 郭 鈕 按讚 鈕 按讚 點讚 按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